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羊 今天我们来讲的是一个年度改款的车型 就是马自达的CX-5 它目前也是刚刚开启了预售 预售价格的区间是在17.98到24.58万元 可以看到它跟21款的车型 售价区间是保持一致的 首先我们来看外观 作为一个中期改款的车型 马自达是不会对它的外观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的 但是它还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做出了一些优化和调整 我们来看它的前脸 前颗山内部是用点阵式的元素来填充 而且跟两侧的大灯连接在了一起 它内部的日间行车灯用到的是两个L的标识 同时它也是全系都标配了LED的光源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前颗山的下方 用到一条度过式条来包裹起来 这个度过式条看起来造型也是比较粗壮的 所以凸显它车头很有力量感 另外CX-5这次也是取消了两侧雾灯的设计 所以车头看起来也是很简洁的 来到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造型跟老款之间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我们这款是2.5升的顶配版本 所以它这里也有一个2.5的标识 得益于它的设计语言 所以无论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看CX-5它都是很好看的 我们再来看下方 它用到的是一个19英寸的铝合金轮毂 轮毂的造型也是用到了全新的设计 它匹配的是一个普利斯通 侧重于静音节能的低滚组轮胎 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尺寸 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575 1842以及1685毫米 它的轴距是2700毫米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跟21款的车型相比 只有长度多了20毫米其余保持不变 来到尾部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尾灯 做了一个熏黑的处理 同时它的内部也有双L的造型在里面 跟车头做出了呼应 底部还有双边够两处的排气装置 也是凸显出这辆车的运动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尾箱 尾箱的空间够大 并且它的开口也足够大 所以放一些大件的物品根本就不成问题 同时它也是有电动尾门的功能的 来到车内我们会发现 新款和老款之间内饰的区别不是很大 首先来说一下我前方有一个 三幅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 上面集成了一些物理按键 看起来是很清晰明了的 后面它的仪表是用屏幕 加机械式的仪表组合起来的 它中间的一个屏幕的大小是7英寸 我们再来看旁边这块屏幕 它的大小是10.25英寸 这个也是全系标配的 我们再来往下看 它既有物理按键 也有这种尺寸比较大的旋钮 虽然科技感会差一些 但是它是很实用的 再往下看它还有一个12幅的电源口 还有一个机械式的挡杆 下方的同样是有一些物理按键 一个小小的旋钮呢 你可以控制音量 然后就是两个飞架 还有一个中央的扶手箱 这个扶手箱内部呢 是有充电口的 有两个USB 还有一个12幅的电源口 我们再来看马仨的座椅 它也是基于人体工程学来设计的 并且它用到的是真皮材质 摸起来非常的柔软 所以坐起来呢 对腿部的支撑性 以及对腰部的包裹性 都是很到位的 而且它也是支持前排座椅加热 以及方向盘加热的 虽然它是一个五座车 但是它这个后排的这个造型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四座车一样 我们这两个座椅 坐垫都是比较长的 对腿部的支撑性 是比较到位的 而且呢 它中央呢 也是有一个扶手台 里面是两个杯架 并且呢 后排也是这只座椅加热的 但是我们来看中间这个位置 它这个坐垫 明显就要短了一角 而且下方呢 有一个还不算太低的低台 所以坐在中间 肯定会影响乘坐体验 我们再来看 它这个中央的扶手台 它里面有两个杯架 而且调整座椅加热的 开关也是在这里 然后呢 它中间这里还有 两个USB的接口 所以充电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呢 前方就只有两个空调 出风口而已 刚才呢 我们还没说到 这个腿部的空间啊 其实还有将近两圈左右的距离 但是它就好在呢 它前排座椅的下方 还有很大的空隙 所以你可以把脚放进去 这样坐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呢 这个靠背 是有一点硬的啊 我坐在这儿 我觉得背有点难受 所以长时间坐车的话 背可能会不舒服的 好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动力啊 新款的CX-GON 我也是用到了2.0升 加2.5升 两款不同的发动机 另外呢 海外版的2.5T车型 这次也是跟我们没有缘分 2.0升的车型呢 它最大功率是155马力 自大扭矩呢 是200牛米 另外呢 它2.0升的版本 最大功率是196马力 最大扭矩是252牛米 全都方便 它俩都是匹配的6AT的变速箱 开这款车呢 它给我第一个感觉 就是方向盘很沉 但是它完全不会给你一种 特别笨重的感觉 它整个开起来是很灵活的 尤其是在你过弯的情况下 因为马自达呢 它本身就不是特别在意 这个加速时候的快感 而更加注重你过弯时候的表现 我刚才讲到了 我们这款车型是2.5升的四驱 也就是顶配啊 它用到的这个2.5升 自然系吸发动机 它整个动力储备是非常的充足的 无论你是日常的提速啊 还是你在高速上面的超车啊 它都是可以游刃有余地完成的 你说它是怎么做到这么灵活的呢 它的车身尺寸也是特别的大 第一啊就是因为 它的指向特别的精准 第二也是它加入了 升级后的加速式达控制系统 所以呢它才能在过弯时候啊 带来如此灵敏的车身姿态 再来呢就是这个2.5升的发动机 加上6AT的变速箱 是一对王牌的比方啊 所以它的动力响应是非常的灵敏的 就是我在连续的轻点游轮 它也是可以察觉到我的意图 我也仍然可以感觉到发动机每一次的反应 再来呢就是它这个自动踏板 在下来软硬也是比较适中的 踩下去呢也会给人足够的安全感 另外呢就是悬挂方面呢 它用到的是前半夫须加厚多连杆的 这个悬挂组合 其实它的底盘的整体的感觉 是有一点偏运动的 就是有一点偏硬的 对于一些路面的路感 还是保留的比较完整 但是呢 它是过滤的很干脆的 不会出现多余的弹跳 我们这款车呢是一个四驱的版本 它也是追加了越野巡迹辅助系统 所以你开起来操控的路径 就会更加的强一点 这款车的驾驶辅助系统 其实也挺丰富的 就包括道路偏离预警 低速自动刹停 还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等等 并且我们这款顶配的车型呢 它用到的是360的全景影响 其余车型呢 它都是用到了倒车影响 但是也可以选装360全景影响 CX-5呢 是马自达首款引入 创制蓝天技术的车型 它的存在就是要唤醒用户对驾驶 最纯粹的热爱 那么对于这款车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吧